我现在去示范 刚才我们已经开始 沟通辅导 帮助一个姐妹 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慢 学得很慢 所以觉得没有能力去侍奉神 然后我就强调 当人说他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需要呼应他的困难 不但是说神会帮助你的 神会给你机会的 但他当时的确是觉得自己不能 所以我当时就问他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慢呢 难呢 然后我听他回应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其实我学什么东西 我学得不好 我就会重复地去读啊 学习啊 然后我听主明白了 我才学赛样 这个是听到他说的 我就问你们 看到他什么 长处 他的长处就是 他虽然学得慢 但他知道自己学得慢 知道自己学得不好的地方 这会重复地学习 直到明白他才学习赛样 所以这个是其实你的强项 我现在就回应你啊 现在我就会这样说 我听到你 虽然有些时候学得慢 但你会有动力 在学 在看 在读 直到你明白 然后你才学第二样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个非常好啊 我这个 这个是很有动力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 很多人学得不好 就会失望 啊 我学得 我不能学的 我不能进步的 就会觉得自己不能进步 自己觉得不能进步 就永远不会进步 但你会继续去学 直到你明白 然后你才学第二样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有曾经什么东西 曾经起初的时候 学得难 觉得难的 后来你学到的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什么事情本来你觉得很难 但后来学到的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让我了解你怎样进步 刚才我问子妹 什么事情你以前觉得学得慢 现在进步了 他说就是 听到的时候 有些手不明白 他录的音 然后呢 他会重复听一个部分 他不明白的 直到他明白 这个 我的回应是 这个非常好 就是你 其实很努力 虽然你学得慢 但你是很努力去学习 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 你能够记得你学习的吗 你录音啊 然后你再听 That's true 你写下来是不是 写下来之后 你能够明白 有什么真理 你后来能够明白的 请你回应一下 刚才这个姐妹回应 就是说她对付一些罪 她知道需要对付罪 然后她就留心去对付 用心去对付 然后后来就能够胜过一些罪了 这个我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的回应是说 我看到你在进步 你在进步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学得不好 你就会重听 重听之后 你就会明白之后 你就应用出来 所以你是在进步 但你觉得你的进步不如有些人 有些人学得很快 所以你就觉得 你没有资格去侍奉神 不够能力 我听了之后 我明白你的心 我会现在福音你 我曾经有一次 是参加细胞小组的训练 在这个细胞小组的训练 这个就是用小组的方法 去传福音见人的灵命 然后有一个小组是什么人 然后有一个小组是什么人呢 都是一些有记障 是不是记障 记障 记障的人 然后这个带领的人 也是一个记障人 但他也带领 可能他有另外一个人帮助的 但这个组长是有记障的 但他还是能够侍奉 因为他愿意 虽然比较普通人 他的能力不是很强 但在这些人来说 他能够成为一个模范 也可能有其他人 一起帮助他去带领 这个是很奇妙的 就是我们以为 西风的人毕竟是 很聪明之会 舍得很快的 但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些人 他们舍得比较慢 我用一个例子 例如有人西风 是帮助老人家的 这些老人家说话 可能都比较慢了 所以如果一个很年轻 说话很快的人 带领的话 就可能不适合 但可能有一个老人家 他说话比较慢了 带领他们 可能比较适合 所以快慢 你觉得是不是最重要了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有的 是什么呢 是的 有这个渴慕的心 也愿意去重复学习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你有这个 有些人不愿意努力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 你有这个动力 我会说是神感动你 神改变你 你觉得是神在改变你 所以你会有这个动力 你继续去学习了 他都有一种能力 有一种感动 刚才我问这个姐妹 这个情况 她没有做的时候 没有学好的时候 会怎么样 圣灵有没有感动 我是引导她看到神的恩典 所以不但是我们讲神的恩典 我是看到人每一个改变 其实是来自神 是神 他都说 他没有学好的时候 就里面就有一种牵引的力量 牵引他去学习 去再学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很多基督徒 都是随意地学习的 听到 听不明白 不要紧了 算了 就回家了 但没有留心 但你有这个宝贵的 这个心情 也是神感动你 你愿意 继续去学习 去听 直到你学到为止 其实我听到你 起初说 你小的时候 读书也是很慢 我觉得神是使用 你小的时候的尽力 帮助你 怎么样了 你小的时候 当你学到慢的时候 你已经 你会说 我要再学 再学 再学 神已经放在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为信主的时候 神已经将一些特色 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放在你里面的 什么特色呢 这是你学不到 你要学到为止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我就发觉你有这个特色 然后你信了耶稣 神就带领你 学听到 听到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动力 所以我 你觉得 你这个动力 是不是重要 是不是宝贵的 是的 是重要 是宝贵的 那这个能不能够帮助你 将来能够释放呢 能够的 所以你觉得自己学得慢 这个是不是必定拦住 你失封呢 你觉得是不是必定拦住 你不能失封呢 你 我听到你说 就是 刚才在问你的时候 了解 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及人 因为其他学得很快 所以你就觉得 我不能的 永远不能的 还有一个 另外你也说 你有另外一个惧怕 就是怕人送你 就是说 你当你问人的时候 人会不开心 因为说你 什么都这么慢 所以你里面有 这种拦阻 我觉得这种拦阻 是可以克服的 因为你明白有些人 他们没有这个爱心 去接纳你 但我觉得是这样 我回应你的 总括来说 我回应你 就是说 你学每一样都学得慢 但你重复的听 就学到 所以你一样一样 没用教导 都不停地听 听完之后学到了 你学到处理罪 你学到亲近神 你学到处理其他问题 学到怎样 帮助人的灵命 帮助人的传福音 没用 虽然用的时间更长 但你重复地学的话 你就慢慢学到 不同的教导 当你学到 不同的教导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助人了 所以这个 你就可以考虑 是不是你就是 永远不能侍奉神呢 还是只是人的眼光 令你觉得 不能侍奉神 当你学到 不同的教导的时候 可不可能 就是一样一样地帮助人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不可能呢 你就想一想 我听你说的话 我觉得 你有这个动力 你是可以进步 你可以没一样 你就可以写下来 这些我学到了 怎样处理生命 我学到了 怎样对付罪 我学到了 怎样传福音 我学到了 没一样学到的时候 你慢慢 各方面的事 都可以做 这个就是我 对你的回应 也对你的鼓励 就是说什么呢 神看重你 神给你这个动力 不是 枉然的 不是没有用的 神要使用你 使用你的生命 因为你有这个学习的心 是非常宝贵 神要可以提升你 智慧 对神来说是不难的 祂可以给你智慧 聪明 你一步一步的进步 祂就会欣赏你 祝福你的生命 提升你的生命 去到高处 我再总括一点 这是刚才 你们留意 你们留意 你们留意我 有一点我想说一说 如果你留意的话 我很留意听他说话 这个是辅导 很重要的一点 不要很快的 我有我的得案 神会帮助你 这个得案太笼统了 他不能接受到 我们必须要 回应他的情况 回应他 这个才是智慧的 辅导的方式 这个不但是 我给你一个得案 这个得案 对所有人都有用的 去回应他的 特别的情况 这个是辅导 必须需要学的 留心听人说话 听到他说什么困难 不要马上说 神帮助你 你们要问困难了 而是了解他的困难 引导他 找一个处理的方法 这个就是辅导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